雞有雞味 魚有魚味 牛有牛味 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什麼味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飛 我是阿愛 來到新一期的一日遊 我們今天去哪裡 又來到 大家看到我們已經去船上 本身是想去碼頭拍的 但是太多人了 大家明天知道我們去哪裡 就是去長洲 長洲真的假期去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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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照樣去 大家看看假期的長洲 吃東西的程度是怎樣的 看看穩食會很艱難 這次只有一天用五百元 五百元就可以在長洲吃到什麼 還要在假期裡面 看看穩食怎樣穩 是啊 事不宜遲 只要看我們這次一日遊之旅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和按旁邊的鐘席 一出新片大家就會第一次知道旅程 開始 阿飛原來假期坐船也挺貴的 我們這次用了一個 坐了一個高速船 要四十個多一個 好貴 是啊 來回要八十元 好 我們等一下坐船再說吧 我們來到第一間 這一間的名字叫做半日 幸好今天假期這裡可能比較遠來一點點 就是外面的市中心位置 所以進來也不是太過空 一進來就已經有位了 裡面的套餐也挺特別的 有些好像外面前的一個 就是三十八元的一個飯糰套餐 另外也會有一些一品定食二品定食的 我就選了一個是飯糰套餐 這個可以選擇完美和燒飯糰 我選擇了一個是燒飯糰 它說燒飯糰是會塗一些醬油 會再燒 所以表面都會有些脆脆的 好像 它因為燒過來 所以兩邊會有些焦焦的感覺 但裡面也做到是有點軟熟的 味道不是太過濃味 不過因為燒所以會有些油膩一點 而這個套餐裡面也會有一個植物 而今次的植物就是牛婆 另外它也會包了一杯飲品 留意如果凍飲是要加兩元的 所以我這個就是四十元 這個是烏龍茶 清清膩都可以 到我了 我叫這個套餐比較豐富 有烏冬、煮食、湯、植物、飲品 但這個價錢都是五十元 不過由於叫凍飲 就加了兩元即是六十元 我先試烏冬 這個是鑑魚湯的烏冬 嘗嘗 嘗 很清 烏冬都很軟 很適合阿愛 我試一下湯 這是普通的紫菜湯 我來吃的 不會為大家特別 試一下這個豆腐的漢堡扒 裡面是有些類似豆腐的質感 它不是很滑的那種豆腐 但這個漢堡扒裡面是很juicy 很多汁 吃起來的味道是甜甜的 加上加上少許白芝麻 所以也挺香 所以我覺得也挺好的 最重要的是價錢二六十元 有四樣食物 我覺得是挺豐富 這個價錢總數是一百元 我們準備下一間吃 好,來到第二間了 這間是餃子冰室 即是在我身後面 但現在已經在等位置了 留意外面的等位置是怎樣 是在箱裡拿一張卡 即是好像這個 拿一張卡 然後它會有一張紙 寫回你的卡號碼 寫回你的人數 等按號碼就可以了 終於進來吃了 都要等一段時間才有位 因為裡面不是太多位 我叫了這個套餐 就是48元 會有什麼呢? 會有酸辣湯 不過是小一點的 會有四隻餃 這個餃可以選擇蒸餃 和煎餃都可以選擇 另外會有一個試日飲物 這個是四季春茶 可以選擇濕溫還是冷的 首先先試酸辣湯 也挺有誠意 因為它真的很熱 酸度很十足 辣的味道很辣 裡面的材料也挺豐富 我覺得也不錯 試試餃子 我選擇了南乳豆腐餃 試試 我夾出來的皮質也挺薄的 它的南乳味不是太重 豆腐餃其實不是吃到質感 裡面其實還有肉 我吃這個就是C餐 55元 裡面有六隻餃子 還有醬油飯 當然可以選擇糖醋排飯 另外也有飲物 我選擇這個餃子 有很多鹹蛋 很香 現在要留意一下 由於選擇鹹蛋黃甲 就不可以選擇蒸 也不可以選擇煎 只可以選擇半煎炸 所以吃下去有炸的 有煎鮮的 不會完全是脆軟的 鹹蛋黃有很多 而裡面的餃子都很豐富 但到時在頂部的位置就厚了一點 先吃醬油飯 看看醬油雞飯 有些醬汁給你 拌勻 試試 雞肉質感比較粗 醬油是多濃味 拌飯是多好 我覺得不是很特別 但整體而言而言 這個套餐以55元來說 真的挺飽的 也算是多選擇 不過當然 應該是55元 加6元 即是61元 我們吃完了 價錢 吃了兩個套餐 會109元 我覺得質素還不錯 以這個價錢來說 不過座位 稍微逼了一點點 我們差不多要吃吃小食 我們可以走出去外面 我們終於找到一間吃小食 剛才我們在外面的小食街 是冬灣 冬灣道 是冬灣街 真的超多人 是很多人 我們再走進了一點點 這一間其實都是喝咖啡為主 它的裝修也挺特別的 場上有很多不同的植物 裡面其實也有一個小食 我們就買了這個小食試一下 這個是什麼 是蛋什麼手炸餅 對 就是價值 就是45元 它其實可以選擇茄汁 沙 啫醬 還有士拉菜醬 是辣的 剛才說它的溫度很夠熱 就像是辣手 一東西吃都不錯 但是它的蛋 當然不是滑溜那一隻 但是它那個沙拉醬 我覺得不夠多 如果多一點就會更好 因為我現在還未吃到那個沙拉醬 現在都比較乾身 我們待會就看看有沒有其他小食 我們來到第四間 這是長洲冰室 先喝一口 這是新鮮的夜黃水 30元一杯 喝下去其實不算是好冬 不過夜黃的甜味很濃 試一下這個冰 這是泰式奶茶的刨冰 是加了泰式奶茶 所以有一點啤黃色 試一下 泰式奶茶的味道很濃 另外還有紅豆和胡椒 先試一些紅豆 紅豆不至於難得一粒 但是紅豆的甜味很甜 試一下胡椒 好 胡椒的味道很柔軟 不會很硬 試一下雪糕 這個雪糕純粹是Vanella 不過上面加了泰式奶茶的醬 上面有少少奶茶的味道 但其實不是很濃 這個泰式價值70元 這餐價值100元 吃完之後準備去 可能應該是最後一間 終於來到第五間了 這間當然要享受咖啡 看看景色 這間其實也是外面大街 其中一間咖啡 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 其實真的挺漂亮 這一杯就是抹茶的垃圾 價錢是42元 還不錯的 抹茶的味道很濃郁 也不錯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間 我想試這個 這個就是豬豬撻 先試一下 其實裡面挺流心的 這個豬豬撻 很特別 價錢是48元 你別以為它就這樣 給你 原來是暖暖的 因為這個中間的位置 它的流心 那些朱古力 是暖暖的 然後這裡還有一些蛋 好像燉蛋 那樣的 而那個撻底 有一點脆脆的 但不只是說很鬆化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不錯 我覺得真的不錯 這個 阿肥就叫了另外一杯 黑咖啡 這個價錢 黑咖啡 冷的就是要36元 另外這一間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除了可以看到景色很漂亮 還有一些租租租 之外 另外最特別的之處 就是我們採一張椅 一張是露營椅 之外 它還要給你的餐具 也是露營的餐具 也挺特別的 我們這一餐 價錢是126元 終於回到中環了 不僅吃完了 是連船也搭了 是啊 因為我們是趕船 原來所有快船 只有每個小時 只有一群 不知道有沒有加開 有機會 但我看加開 通常以普通船為主 是 那是想做一個總結 首先 還有多少錢 有20元 即是我們用了480元 哦 那是想吃個5間餐廳 是 那是時候又要問一句 那有哪間餐廳 你下次去長洲 又會再吃多一次呢 我會選擇第一間半天 哦 那我覺得以那個價錢 和食物質素的環境都ok 我也是會選半天的 那當然也不排除 因為第一間特別餓 好味一點 那第二間 我會選擇有機會回去吃 我會選擇那個長洲冰式 是 那我覺得呢 因為今天我們現在來的冬天 我覺得蠻好吃 但是夏天吃的話 真的蠻不錯的選擇 是 那你呢 那如果我第二間 我會選剛才最後那個 喝咖啡那裏 哦 我覺得那裏坐在那個位置蠻好 我覺得蠻好吃 是 好了 那你們最後一頓是甚麼 正所謂食物質素 可升可跌 甚至可以突然毫無質素 可以 所以大家記得應驗自己 承受歡迎的人 決定是否吃 那今期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那如果大家還想看多些關於一日有的影片 記得讚好 分享還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我們的腳身動態 那記得留意我們的ID Facebook 另外把你們覺得的邪惡美食放回去 我們開的邪惡美食 關注了所有的鈴鐺 以及放在下面簡介到啦 那是黃色的二五晚上十點出片 那下期再見 今次應該好清楚了 那記得訂閱我們啦 拜拜 拜拜